Leave to me forever 多功能、成長、安撫、嬰兒床邊床 這第一個模式 嬰兒床模式 它會給寶寶一個安全、獨立的空間 你看四面都有這個透氣的網狀庫 可以從各個角度看到它 然後它下面有搭配這個滾輪 可以在家裡面滾來滾去 然後到定點之後 它有那個鎖匙的功能 它可以定在原地 單邊調整高度 餵完奶啊 怕它脹氣吐奶 就可以這樣傾斜一邊放 模式2 床邊床模式 使用這個專利的側邊升降把手 升下來之後 就可以變成我們的床邊床模式啦 我們就可以同房不同床 在睡覺的時候 就不怕我翻身 或者是被子 影響到小寶寶 然後還可以就近方便的照顧它 它旁邊的高度有11段 可以配合你的床邊的高度 調整很適合的高度 床模式 因為紙燒在長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腳架拆掉 變成一個遊戲床的空間 然後它自由上下的床也比較安全 就不用擔心它掉落 可以一路睡到四睡 玩到四睡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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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